你要是峨眉人 就跪下 罚个重事 说呀 弟子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 你听着 你就说 我周芷若 对天启示 如若日后 对张无忌心存爱心 或者是和他结为夫妇 我的父母 在九泉之下 不得安稳 我的师父灭绝师太 将变成厉鬼 让我一生 日夜不得安宁 我若和张无忌生下子母 男的 代代为奴 女的 逝世为昌 说呀 弟子说 弟子说 我周芷若对天启示 我周芷若对天启示 如果我对张无忌心存爱慕 我与他结为夫妇 我的父母在九泉之下 不得安稳 我的师父 也会化为厉鬼 日夜与我纠缠 我和张无忌心存爱慕 我和张无忌生下子女 我和张无忌生下子女 男的 代代为奴 女的 逝世为昌 谢了啊 我怎么会请你在这边吃涮羊肉 你现在心里一定是满肚子的怀疑 在想 我又在是什么诡计害你吧 这酒里没毒 你可以放心喝了吧 姑娘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别急 先喝三杯 有事待会儿再聊嘛 我先敬你 来 再喝两杯 我知道你对我不放心 每一杯呀 我都先尝一口 给 你 你已经发过毒誓了 切记 绝不可违背誓言 起来吧 只若不是师父要逼你 师父 实在是为你好啊 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以后师父再也不能照管你了 你要是冲到你季晓夫世界的覆辙 那我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 再说 我要你肩负 这些峨眉的重人 更不得有半点的马火 峨眉派第四代女弟子周芷若 跪下听狱 我峨眉派第三代掌门人 女霓灭绝 先将峨眉派掌门人之位 传给第四代女弟子周芷若 周芷若奉揭掌门人指环伸出左手 至若你现在已经是峨眉派第四代掌门人了 这个陆战客一定猴急的销售棉箱 现实一定累得睡了 趁此机会把他干掉 夺了解药 陆战客 你命该如此 失误怪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我今天来呢 就是要坦诚不公地告诉你 我爹呢 是在朝廷执掌兵马大权的汝阳王 我 其实是蒙古女子 本名叫做明明特末 皇上封我为少敏郡主 赵敏这两个字 是我自己给自己取的汉名 干嘛这样看我 你好像 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不 我哪里知道 我只是看你 离你一个年轻姑娘 能号令这么多武林高手 那身份 自是非同寻常了 张公子 我问你一句话 你得老是回答我 如果 我把你的周姑娘给杀了 你会怎么样 这周姑娘又没有得罪你 你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杀她 有些人我不喜欢 我想杀就杀 我管她又没有得罪我 但是有些人啊 就算得罪我 我偏偏不杀 比如像你呀 你看你 得罪我还不够多啊 赵姑娘 我得罪你 实在是迫于无奈 不过你赠要 救了三师伯和六师叔 我诚心诚意地感激你 你这个人哪 还真有三分傻气 这于大言和英离亭之商 都是我的部署下的手 你不但不怪我 反而感谢我 我三师伯受伤 已经二十年了 那时候你还没出事呢 伤他们的是我爹的部署 也就是我的部署 那有什么区别啊 你别岔看话题 你还没回答我呢 如果我把你的周姑娘给杀了 你会怎么样 你是不是会替她报仇 把我也杀了 张公子 张教主 说实话 我并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看你是不想回答吧 我小时候 亲眼见到我父母给人逼死 我心里很清楚 我心里很清楚 那些人就是少林派 华山派 还有空同派的人 后来我长大了 事理明白得多了 我反而越来越弄不动 到底是谁害死了我父母 不该是空文大师 或是铁青先生这些人 也不该是我外公 或者是我舅父 甚至于 也不该是你手下的阿大阿二 阿三 或者玄冥之类的人物 这中间阴差阳错 有许许多多 我想都想不明白的道理 就算这些人 真的都是凶手 我把他们一一都杀了 那又能怎么样 我父母已经不能复生 赵姑娘 我这几天心里一直在想 如果我们大家都不杀人 和和气气地做朋友 岂不是很好 我不想报仇杀人 更盼着别人 也不要杀人害人 说也奇怪 这些话 我在心里面想了很久 我没跟杨潇说过 也没跟我师公说过 也没跟任何一个 亲近的人说过 可秦瑞在这小酒馆里 居然对你说了 这么多心理的话 连我自己 都不理解我是什么心态 当心有毒啊 跟你开玩笑的 我要下毒啊 早就下毒了 干嘛等到现在 我是看你说话太伤感了 想说点话冲淡气氛吗 有时候 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 我现在要说真话 张公子 因为你心地人厚 可以宽宏大量地原谅 每一个对不起你的人 但是换作是我 我可办不到 要是有人敢杀我的爹 跟我哥 我肯定杀他满门 别说是什么亲朋好友了 就算是认识的人 我也会杀得干干净净 一个都不会留 那我肯定会阻拦你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忘我的仇人啊 你每杀一个人 便多造一份罪孽 被你杀死的人 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也罢了 可是他的父母子女 兄弟妻子 会多么伤心难受 你日后想起来 良心一定会不安的 我义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杀过很多人 我知道他嘴里虽然不说 可是他的内心 却是懊悔自责 你杀过人没有 我将来啊 肯定要杀很多人 我的祖先 是成吉思汗大帝 是拖雷 是拔都 是叙烈雾 是忽必烈 这些英雄 可惜啊 我是女人 我要是男人啊 非得轰轰烈烈地 干一番大事业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你说的是周姑娘 你手中算了 如果你杀了周姑娘 或是杀了我手下 任何一个亲近的兄弟 我 你会怎么样 我就没办法 再跟你做朋友了 我不会再跟你见面 就是见了面 我也不会跟你说话 你的回答真可爱 张无忌 那现在 你有没有把我当朋友啊 我心中要是恨你 也不会在这里 跟你一起喝酒了 有时候 我觉得要恨一个人真难 我身平最恨的 就是那混元霹雳手成坤 可现在 他是死是活 对我已经不重要了 那我呢 万一 我明天就死了 对你重不重要 哎呀 你心里一定想 谢天谢地 赵明这个刁钻 凶恶的大对头 终于死了 省得给你找很多麻烦 对吧 不 我不盼望你死 一点也不 真的吗 当韦父王吓唬你 要在你脸上划几条刀痕的时候 我事后想想 真的很是担心你 赵姑娘 你别再跟我为难了好不好 把六大派的高手都放出来 大家和和气气地做朋友 竟不是很好 好啊 我本来也是这么想啊 你是明教教主一言九鼎 你去跟他们说 叫他们归降朝廷 我跟我爹讲 奏明皇上 到时每个人都有封赏 朝廷里面 奸臣当道 皇帝昏庸 百姓深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每名将 肩负着替天行道 为民声乐的重责 赵无忌 你竟说这种犯上作乱的言语 这是公然反叛 我本来就是反叛 难道你此刻方知